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箭筒用有極速飛彈 就是爆炸後還會掉爆裂物的 刀的話建議會疊傷的刀 而這把人血殺手是 集氣會越來越快 租物負物帶習慣了就好 如果沒有人血殺手可以帶 美好生意或叫做糖果 或是這把風險管理人 好 那馬上開始講解這一關 首先先把區域內的怪都清乾淨 清乾淨後會看到 高處有兩個可以拿的水晶 兩個都拿起來 關卡就開始了 這裡建議先不要拿 首先這裡需要分成兩組 兩個人為上面組 負責拿那兩顆水晶 水晶可以拿來射怪 以及等等講到的花苞 四個人為下面組 負責收集花苞掉落的花粉 地圖上會有六隻黃血的狗 必須將牠們都殺掉 當你花粉收集越多 對牠們傷害就會越高 好 再開始先把地圖逛熟 來個地圖吧 先來看這裡 這也是安全室 就是上面組拿水晶的地方 以及下面組會到安全室裡 拿收集容器的地方 紫色點是花苞的位置 請上面的兩個人 以及下面至少一個人要記住 這八個花苞的位置 我們是上面兩個人 一人負責一邊 左一到四 右一到四 開始後 地圖上左邊跟右邊 會各出現一朵發光的花苞 由上面的人找 像是負責左邊的人發現 左二的花苞 發光了 就喊左二 下面帶頭的人 就繞到左二去吸花粉 吸花粉時 必須四個人都在 所以不能單獨去吸花粉 四個人同時 吸到一個花苞 會累積十二點的花粉 如果只有三個人吸到 就會掉到七點左右 所以下面組的四個人 一定要一起走 基本上老玩家吸到四十八點左右 就可以直接一波帶走 如果要保險一點 可以把狗打到殘血 為什麼要打到殘血呢 直接殺掉不就好了 因為只要殺到一隻狗 你收集花粉的時間 就會大砍 殺掉兩隻 基本上你根本沒時間 收集花粉 所以建議 要不一次就把六隻狗都打死 要不就打到殘血等下一波 講完了紫色點的花苞 接下來是 黃色點的光源 上面組的兩人必須在黃色的點上 才能利用水晶藍反射光線 進行射擊 所以你要射花苞或是射等等 講到的怪 都要在黃色的點上 而黃點跟紫點連接的虛線 表示這個黃點可以達到哪個字點 也就是花苞 接下來是藍色的點 每當射爆一個花苞 左右邊都會各生出一隻擾亂的怪 會去干擾下面組的人 而怪會在藍色點的地方重生 所以上面的組的人要儘快清掉 如果不幸沒清掉的話 跑到下面組的旁邊亂怎麼辦 沒關係 下面組慢慢的將怪引到上面組 射得到的位置就好 接下來是看石線 地圖上左右有各三條石線 這是你在收集花苞的時候 六隻狗分別巡邏的路線 請上面組以及下面帶頭的人記清楚 上面組的人看到狗在附近 請不要進行跳躍 下面組也保持蹲低 狗在附近的時候不要跑步 如果被狗發現 收集花粉的過程會被強制停止 你們這一回合 就無法再進行收集的動作 接下來是叉叉 叉叉代表的是 如果被狗發現 或是收集花粉的時間到了 這時狗會開始亂叫 並跑到叉叉的位置 左右一樣各三隻 請在開始前分配誰要打哪隻 速度快的玩家像是獵人 可以分配到離安全室遠一點的狗 速度慢的像是術士 可以分配到離安全室近一點的狗 當到了攻擊回合的時候 也就是被發現的時候 每個人都跑到自己狗的位置輸出 當然輸出也有時間限制 大概12秒左右 這12秒內你必須對狗輸出 然後跑到安全室裡面 如果你12秒內沒有到安全室內 安全室會關閉 在安全室外的玩家會全數死亡 所以要自己拿捏時間 12秒只是我覺得大概在時間 大家自己夢想那個時間點 安全室總共可以躲3次 所以你們有4次拿花粉的機會 在攻擊回合的時候 緊急的call要打死狗 還是打殘血就好 流程就是 清拳上的怪 上面組拿水晶 關卡開始 抽起花粉 攻擊狗 倒到安全室 抽起花粉 攻擊狗 跑到安全室 直到6隻狗都死掉 6隻狗的位置大家都可以記一下 如果你們決定要在這一回合把狗打死 然後你打完後 可以去幫幫其他人 要不然少殺一隻 導致整隊全滅 以上就是立威彈狗關的打法 至於其他關卡的攻略 我都放在右上角 如果不知道怎麼打的觀眾 可以點一去看看喔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並分享去更多朋友 想繼續收看的可以點下個帥氣 大家記得 我是波比翁等領的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